欢迎回来东森财经晚报 我是乌加分 今日新闻最大条来关心 劳动基金赚了3400亿元 平均每一位劳工可以分到28000块钱 苹果加码了到龙潭去设厂 希望能够集结人才 大败三星 卷土重来的飞机梦 今天来听听看 K董张国伟最孤独的告白 还有2020年十大旅游的城市 第一名是由莫扎特的故乡夺下了 还有哪一些城市呢 待会马上来替您揭晓 先来关心搭捷运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咯 有乘客反映去用了北捷的自动售票机加值 先放两张100元的纸钞 后来想一想呢 干脆加500元好了 所以按了一个取消键 结果只退一张100元 跑去跟站务员表示 但是站务员说啊 这录影画面只留存15到30天 要先确认画面在不在 才决定能不能退钱给你 知名艺人 李新闻的儿子啊 大半夜的竟然跑去闹了IKEA 而且还全裸假装洗澡 不只如此还蹲马桶啊 钻进了婴儿车 还踩上了桌子大闹 把脱序的行为 全部拍成影片 PO上网路了 结果这下好了 被业者提告 侵入住宅 今天警方呢 在中午时间也到淡水住家 请他来到案说明 根据了解呢 因为这次没有律师的陪同 那么之后 他也将会被依法含送 他说会拍影片 来跟大家道歉 红海股价气势如虹 在今天呢 强涨了5.2亿个百分点 冲上了五个月的新高点 而同一天 红海的董事长刘洋伟 出席了活动 他大谈5G 喊话了 说台湾的产业 要在5G市场竞争 就不能只做代工 要是这个挑战跨不过去 那么大家只能在非洲相见 来看苹果 在台湾的第三个厂区曝光了 东森财经团队呢 要实际去直集一下 苹果这座盖在龙潭的新厂 跟台积电厂 只隔了一条街 但没有想到 我们记者才刚刚要靠近 就被警卫给驱离了 感觉里头相当的神秘 原来背后有原因啊 苹果要求签订了保密条款 让外界想一窥 这座上亿元打造的神秘工厂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 自动白色建筑物 就是苹果在龙潭的新厂区 可以看到工人们 正在如火如荼的 进行赶工当中 而自动建筑物呢 预计是地上六层 地下三层的形式 但是这里戒备相当森严 不仅车子没办法开进来 就连想要拍照都会被制止 六层楼高的鹰架 大型起降机围绕着新厂 距离苹果旧厂 只有100公尺 绿色告示牌 更写着 每张苹果在台湾的新工程 预计12月将会完工 原来是苹果在台湾加码设厂 里头将会有无城市 特殊除气槽 电力系统也将全面换 苹果并不能够没有它 那所以苹果一直在想办法说 下个阶段它想要独立自作 所以它把这个技术 瞄准到microLED这个技术 那台湾在LED的技术呢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巧得是新厂区距离有 达汉台积电的厂房 只有一步之遥 两间公司恰巧都是苹果的技术伙伴 业界人士也透露 苹果早在半年前 就把microLED团队搬回龙坛 或许就是想在台湾 让技术有所突破 它又可以吸引国内的LED的研究员 或是说像这个面板的制造商 都可以来这个地方 所以它设在这个地方 是为了它下一个世代的 这个显示器技术 再做一个准备 夜晚街景也一览无遗 传出苹果龙坛厂 将生产细致的CMOS元件 也就是用来捕捉拍照光线的材料 而苹果竹科厂则是生产量子薄墨 两项技术就能让感光能力增强三倍 让iPhone的夜拍效果大大提升 贸易战又开始起来之后 那我们的确这个转单的需求 的确是有增加 足球厂大的灰色厂房 不只苹果 其实Google早在2013年 就砸了7.8亿美元 在彰化设厂 看来台湾的卵实力 真的不容小区 东森财经新闻 需要主录博聪 桃圆报道 独家来看到 到底是有谁有办法 在海内外卖房子 制产通通都付现金呢 他是演艺圈 许多天王天后 御用的服装设计师 林国基 他在日前也透露 在信义区住了15年的房子 转手卖出之后 他翻倍赚了 接着马上砸上一元 还是直接付现金 买入了阳明山的豪宅 我们独家去问到了林国基 他大方分享了选房的三个 撇步入手 竟然要先到周遭 试住一年观察环境 叶问的亲外生 人竟然就在台湾 叶问系列的电影 上映已经11年了 不仅是一代人的回忆 也成为了功夫片的经典作品 成名于广东佛山的永春泉 是目前世界上流行 最广的泉种之一 门徒有数百万人 而其中叶问的亲外生 就在台湾开设了舞馆 一代宗室的传人 生根5040多年 要传承永春文化 Disney Plus跟Apple TV Plus 在11月正式上线 这也掀起了串流影音大战 正式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尤其是苹果 他打出每个月的月费 只要4.99美金 5块美金不到 大概是台币 170块钱台币 就能够看得到了 是众家业者当中 最便宜的 哇 这下子 让原本这个市战龙头 Netflix现在感到压力很大 所以最近开始非常低调 再测试一项新的功能 他们让用户可以用1.25倍 或者是1.5倍的速度 去观看影片 让那些想要看更多 看到饱的观众 可以感觉上赚多一点 好莱坞影星 珍妮弗·安尼斯顿 和瑞斯·维斯彭 主演的陈间主播 将在11月2号 Apple TV Plus 线上影音串流服务 正式上线的头一天 打头阵 Apple TV Plus 将一次推出三集 每周五更新一集 这些项顾客 早已先在9月发表会上透露 每个月都会推出 全新的苹果原创影集 Apple TV Plus 会在100国家中推出 只要4.99元 每周四个家庭 Apple TV Plus 家庭方案 每个月4.99美元 台湾也在首播上线的 名单上 定价170元台币 同时可让六位成员使用 是众家业者中最低价 Apple TV Plus 上线前夕再度加码 只要是Apple Music 学生订户 就能直接免费观看 为了抢功串流影音商机 苹果从2017年开始 就大手笔砸下 60亿美元自制影片 面对苹果低价攻略 美国四大通讯商之一 微信宣布 提供用户一年期免费 Disney Plus 美国第二大付费频道 HBO也难得推出优惠 只要是HBO Now 和AT&T订户 就能免费观看 HBO Max 卯足全力 抢功 串流影音大笔 同时财经新闻 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这个新闻 看您怎么看了 一般人动手术的过程 都要经过麻醉 不过在美国 最近斗了一场开脑手术 让一名25岁的女患者 从头到尾都保持清醒 而这名女患者 她更破天荒 在手术室里面 拿起了脸书开直播 给大家看 她整个的手术开脑过程 而这段直播 吸引了超过12万人次观看 但是来想一想 在手术室 在医院里头 拿脸书开直播 到底会不会符合 所谓的医疗室里面的标准 跟道德标准呢 这个标准也引发了 大家讨论 喜欢出国旅游 又不想买太贵的机票 赶快来看这个消息了 台湾虎航宣布 将在明年的1月3号 正式开航 桃园到首尔仁川的航线 直飞韩国第一大城 这也是虎航 飞韩国的第四条航线 来看看有哪一些开航的 优惠价格 又适合哪一些族群 来看这位董事长 他是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这位董事长很不一样 你听他讲话 待会儿的谈话当中 你会觉得 好像在听自己的朋友聊天 他也是国内第一位 自己把商用科技 开回来的董事长 他开启了台湾航空业 新一轮的战国时代 我们带您去职集 他在德国144个小时 交机的整个过程 骑飞前 他整个人钻到了飞机底下 去趴在地上亲自验收 而他也首度吐露了 他非常孤独的心声 王子不复仇 但他在夹缝中求生存 如今终于更迈进一步 靠令和之后 第一个新春 业者推出了各种 跟2020 甚至跟东京奥运 相关的体验型福袋 而最早的福袋 这种宣传手法呢 是从东京银座的松屋百货 当年开始带动流行的 对消费者来说呢 他可以捡到便宜 还可以感受到福气跟福利 还有中奖的期待 而对店家来说呢 同时可以刺激买气 以及消耗库存 同时也可以推销配角的商品 而百货抢福袋 这样的场景 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接下来这个画面 也非常的吸睛 这是在网路上面 疯传的一段画面 在影片当中 你看到的这个 正在执行战斗任务的机器人 不管外界如何干扰 甚至从背后去推打他 他都能够继续站起来 继续执行任务 很多人看着觉得 这跟电影 《魔鬼终结者》里头的机器人 根本一模一样 而且正式在地球诞生了 但是影片团队 他公布了真实的内幕 他们说这其实是电脑动画 川普这位美国史上 第四位遭到国会 弹劾调查的总统 在万圣节当天 受伤拿着一篮的糖果 然后带着太太 分送给糖果给谁呢 这个民众 怕抱着一个小朋友 那么身上 疑似就是穿着 小熊维尼的 这样的一个玩偶装扮 那么川普拿着糖果 要送给小熊维尼吃 就是这样一张照片 现在映爆了很多的 美国媒体的焦点 现在这张照片 引发了政治的诸多联想 而且这个万圣节 川普似乎蛮难过的 因为就连脱口秀都不放过他 在节目上也被大肆调侃了 而川普他的弹劾调查 也正式启动 他当然吞不下这口气 立刻在推特上面痛批 说弹劾案调查是一场骗局 而且正在伤害美国的股市 而民主党却丝毫不在乎 如今的地球 包括了天气 包括了气候 变化之大 已经超乎了人类的想象了 美国这场加州大火 火势迅速延烧 在国家气象局非常罕见 发布了红旗警报 而就在野火笼罩加州之下 还是有新人 他们即将要结婚了 于是就戴着口罩 也要完成婚礼 照片曝光引发了讨论 而除了加州之外 在美国的中西部跟南部 而如今是因为受到了 北极寒流的影响 已经开始下起大雪 呈现了极大的气候差距 世界有名的节日 这场德国啤酒节 竟然是暖化的杀手 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知道 去参加德国这场慕尼黑啤酒 是世界知名的 而且人次是600万人 非常多人都来到了慕尼黑 而且看到很多的新闻画面也好 报道也好都知道 大家到这边就是要喝啤酒 然后就是要吃鸡肉 吃香肠 喝葡萄酒等等 但是因为人数真的太多了 而且这个量真的太大了 光是这两个星期的啤酒节 就会制造1500公斤的甲碗 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有一个科学的数据 一个甲碗大概温室效益 是二氧化碳的25倍 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就是暖化的凶手 而甲碗游更严重是它的25倍 那么这一次包括了啤酒节呢 整场产生的甲碗呢 会融化56.26万公斤的冰川 所以当大家在参加非常热闹 非常很热闹很多人的这场德国啤酒节之后呢 竟然背后引发的是全球暖化更加严重的危机了 说到暖化 电影明天过后的场景真的会上演吗 因为不止在北极有大片的冰层崩落 连科学家都警告 亚洲民众也要特别注意 很可能再过30年 亚洲就会有2.37亿的人口会被洪水侵袭 甚至上海恐怕成为下一个威尼斯 带您去看全世界有哪一些最危险的工作呢 这些人他们都是为了生活 然后拿蜜去拼生计 现在看到在尼泊尔的采蜜人 他们在喜马拉雅山的峭壁上面 非常陡峭的峭壁 然后穿着非常简陋的装备 甚至没有一些防护的面罩等等的 就去采蜂蜜了 当然除了有可能会叠下峭壁之外 也冒着被蜜蜂钉的风险 一天大概是赚900块钱 而在很多人都爱吃的帝王蟹 在阿拉斯加的捕蟹人 因为在这个地方长年都是结冰 所以北极圈的风暴 在这里的温度大约是-50度 是非常非常冷的 所以这些捕蟹人坐着船搭着船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温度非常的低 因此包括了手指的动作 还有整个反应都会变得非常的慢 但是在这个地方 白岭海峡这里 这个风浪是非常大的 而且海上非常的不稳定 有时候一个大浪打过来 如果反应不及的话 人就会直接掉进海里面了 而其他的包括年薪最高是300万元左右 但是很多人就因为去补帝王蟹 但是人就没有再回来过了 还有在云母矿场的铜工 这是在印度的东部矿区 在这边采云母 云母可以用来包括了烤漆 包括很多女生用的化妆品 都是使用这样的云母 但是在采的过程当中 会吸入大量的粉尘 伤疾 肺部 这个时薪非常的低了 一天赚不到十块钱 还有这个是在火山口的采盐人 他们是全身几乎是上半身赤裸 都浸在盐湖里面 而这个盐它侵蚀的程度非常的可怕 很多人因为去采盐 所以包括了整个声音都没有办法讲话 还有眼睛也几乎都看不见 一天大概是赚三百块钱 这是在伊索皮亚的蔡盐人 明年如果有计划要出远门去走走的话 不妨参考一下孤独星球 最近公布的2020十大旅游的城市榜单 第一名是由莫扎特的故乡 奥地利萨尔兹堡赌下了冠军 而第二名是由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 因为搭上的是明年刚好是美国总统的大雪年的风潮 拿下了第二名 另外呢包括了埃及的开罗 因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即将开幕 因此它名列第三名 其他的这些城市入榜原因是什么呢 带你一块来看 在旅游的形态当中呢 还有一种旅游叫做高端旅游 长白山位在大陆跟北朝鲜的交界 也是吉林省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景点 每年有吸引了400万的观光客来到长白山 因此有抬上了看准这里的观光市场 投资度假村 利用冰天雪地打造了雪地温泉跟冰屋酒吧 成为了热门景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